我们相约泉州 共同探讨两岸媒体的过去和未来 传播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 更是影响文化认同国际关系和社会变革的这种力量 在两岸关系发展的进程中 两岸媒体更是亲历者 观察者 记录者和讲述者 不断开创两岸媒体合作新局面 共同扩大两岸媒体的全球影响力和产业竞争力 如何促进全球的团结与沟通 就是我们今天的迫切的任务 它是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的 共同的现代化发展为前提 比如说马英九前一阵子 跟两岸他安排学生交流 那拖到最后才批准 这我看来都不应该 我们怎么样推动海峡两岸的年轻人 能够克服社交媒体平台的那个霸权机制 能够互相看见 这才算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任务 我们希望和平 希望大家和平共同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